海洋生物大纷争 天选小浪来百屏 大家好 我是小浪 你们老想看鲨鱼 那么这一集 我要报道的是 黑骑鲨 宝宝 嘿嘿 我们黑骑鲨一族 有最显著的特点 我想你们也都看到了 就是 我的胸骑是黑的 背骑是黑的 尾骑也是黑的 还有眼睛 哦 这 这个不是 这是我熬一熬的 别笑 哎 说起熬夜 我跟你们说 那真是熬夜一时爽 一直熬夜 一直爽 尤其是 放假以后啊 哈哈 不过 就在我爽了一段时间后 我妈担心我的身体 好好地把我教育了一顿 我心想 那行呗 那就听妈妈的话 当个乖宝宝 哦 既然熬夜对身体不好 那我就尽量克制 少熬夜 多通宵就行了呗 哎呦 这不后来 我又被我妈狠心地逐出了家门 独自在这片海域磨练 不过 问题不大 我虽然还处于宝宝阶段 但是 你们可别忘了我是啥 我可是鲨鱼 我们鲨鱼的凶猛 可是雨晴俱来的 哦 要不然 你以为我这一颗小钢牙 是装饰品吗 我咬 哇塞 真舒服 谢谢你的刮痧服务 不过我可没钱了 你才是刮痧的 你全家都是刮痧的 呸呸呸 这家伙的皮真厚 咬了半天 一点伤口都没有 换换换 换一只细瓶针了去 我发现了一个糖果 嘿嘿 它可以当我的餐前小点心 咬个这都这么费劲了 加把劲 我感觉再咬一下就开了 啊 妈妈呀 我知得错了 我体会到熬夜的坏处了 我就要快饿死了 哦 你快来把我接回去吧 我以后一定会早起早睡 养成好习惯的 哎 没办法了 家回不去 饭也吃不了 看来 我只能偷奔我的好大哥了 哦 哎 大哥 你干啥呢 我没事 我溜啊 大哥 我家里没人 我出来跟你混两天 你还行吗 好嘞 大哥 从今往后 你可得照顾好我呀 啊 大哥 到饭点了 咱该吃饭了 你还在这干啥呢 我没事 我溜啊 别溜达了大哥 我快饿死了 帮我忙 找个吃的呗 哈哈 你快看 前面那几条鱼 看起来就很好吃的样子 咱们一起去 哎呦 你妈 哈哈 来吧 展示 哈哈哈哈 我再也不是当年那个宝宝了 我成功计划成了金贝黑骑沙 哦 之前熬夜留下的弊端 全部都消除了 我的身体素质 也都出现了成倍的增强 哦 现在任何一条鱼 都扛不过我的私咬 哇 这些都多亏了 我的好大哥的帮助 现在换我来了 有我在 就没有鱼能欺负得了它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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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了 各位小伙伴们 黑骑沙成功计划成 金贝黑骑沙 攻击力狂飙 堪称这片海域最强 哦 那么接下来小伙伴们 还请跟浪狗我 进化的艾努鱼类 欢迎告诉我哦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吧 咱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 by bwd6